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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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幸福 有意义的人生 也因为修学佛法让我们的生命品质提升到圆满究竟的境界 大家今天来到这个道场有看到我们庄严的阿弥陀如来的圣像 西方三圣阿弥陀如来的两边有他的大学士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诸佛菩萨 承受佛 似必观音菩萨 空行护法胜众 传承祖师的摄立塔 结成一个非常庄严的坛诚对境 这是受持佛王誓约的同修法友共同成就的一桩功德 也希望这个功德能够在埔里落地生根 大家能够造福一方 能够把佛法的加持 长久的齐寝常住在这个吉祥的地方 好 我们今天还是要抓紧时间 因为有各地的同修写了很多的问题进来 那今天就借第一个阶段 赶快跟大家做一个恶要的回答 首先是台南四皈依弟子 吴同修三十二岁 台南吴同修你有问到 佛经讲道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我们的原众虽然了解自己现在受的苦 都是因为过去自己所造的恶业 但是看到别人做不好的事情 却过得比自己好 总是会生起比较的心态 除了给原众多一点的因果观念之外 我们应该再加强什么样的观念呢 这个佛法讲三世因果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又讲三计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过去做的怎么样 你就看你眼前当下如何 眼前当下是你过去多生累劫的因因果果的总集 就是在你的眼前当下你所承受的 你要猜测 你要预测你未来是会如何 你就看你现在怎么修 怎么做 你就知道你未来如何了 所以在佛家的寄语叫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你现在怎么做 你就有一个将来的果报 所以像这样的观念 像这样佛门的经文寄语 大家都耳熟能详 可是并没有在每一个人心里形成 一个好的定见 所以当他看到圆境的时候 这个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因为他比我们有钱 或者他开的车比我们大胎 或者是他比我们受人家尊敬 比我们有名望 心里对这个因果业报的观念 就生起了疑惑 生起了怀疑 这就是定见不够 定见不够是我们接触佛法的人 刚接触常常有的现象 那就是你要多去看这些 因缘果报的典籍公案 在你心里形成非常坚固的 那时候可以定见 它就是不容易动摇的一个见地 你这个观念 因果业报的观念在你心里形成了以后 你在用你的智慧眼光去观察 你心里就会明白 佛经上讲的因果业报的道理 它是分毫不差的 如果你是没有定见 一下相信佛经的公案 一下相信经上所说的 一下看到世俗的圆境 又在那边摇摇摆摆 你一生都会痛苦 你一生都飘来荡去了 这个心都不知道安住在哪里 到最后几十年过去空度一生 就没有一个善果 所以要加强我们的 因果典籍的公案 多讲一些给他听 我们古代有很多的公案 佛经上千年以上的公案 百年以上的公案 近代的公案 最近的公案 就连今天可能都有公案 你多讲这些给他听 在他的心里形成一个定见 然后他会看事情越来越分明 以前都迷惑颠倒 你说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业报 他就相信世间法吗 没有 世间法让他更疑惑 更愤世忌俗 更心理不平衡 为什么有人都会劝说 你不要光看一些政治节目 政治节目你要政治性的节目看一下 可以 你其他的节目也要看 好像营养要均衡一下 你光看政治节目会怎么样 心里变得很偏激 然后你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心就不能得到协调 身心不能得到协调 所以你说他光相信世间法 不相信佛法 他不会快乐 他心里常常有很多的疑惑很痛苦 所以你听我讲这样 你应该去告诉他 就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因果业报的定见 在他心里形成定见以后 他慢慢观察很多事情自然了然于心 再来 我们澎湖的三归一弟子 一位红女士 五十六岁 自己的烦恼妄想赤胜 比如说看到新闻报导车祸 就会想到我们自家在外地的女儿 是不是安全 所以就生起了烦恼 也没有办法克制 这个人生烦恼生一下是常有的 如果这个烦恼起来 它就一直萦绕在你的心里 你就是把它压不下来想不开 你要知道你这是正在受暴 正在受折磨 久而久之 你精神就会耗弱 会影响你的饮食睡眠起居 所以你身体也会差 比较容易生病 比较不容易耐劳 常常腰痠背痛 精神不静 头昏脑脏 都会影响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可以随便起烦恼 这个烦恼就像皮球 弹起来你压不下去 控制不了它 它会找到你大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就是佛 他降生在这个世间要处理的 我们众生的烦恼没有断 它会有永无止境的六道轮回 有烦恼断境才能处理轮回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一看到新闻报道车祸 就想到自己的女儿不知道安全 想到这个以后 就生起了很多烦恼 可能担心 可能恐怖 就压不下来 这个习气怎么对质呢 你不如把它转成 开始为你的女儿诵经 或者念佛号祈福 念南无阿弥陀佛 或南无观世音菩萨给他祈福 你就起了这个烦恼 我就念108次 108次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很简单 有的拿着念珠 108颗的念一圈 就108次 以此念佛功德回向给我的女儿 摩摩摩交通平安 不如把它转成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当你常常起这些烦恼的时候 你自己会很痛苦 如果养成习惯 那这个可能就是 你家的人都很平安 你自己先不平安 你看有很容易起烦恼 那个烦恼一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还在想事情 想的他不愉快的事情 胸口就闷 然后心脏不舒服 影响他左半边左手都麻麻的 或者起床的时候手都麻麻的 或者左半边麻麻的 或者右半边麻麻的 这个都慢性自杀 这都不对的 所以这个烦恼你不要小看它 他后面还有一题 他说请示珍贵上师弟子很想根治自己的烦恼妄想 想根治烦恼妄想一定要修学佛法 因为只有佛法才可以彻底的根除 就断除我们的烦恼了 但是要专门念哪一部经典或哪一部教法 可以对治烦恼妄想呢 应该如何来选择 十善夜道经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或者密宗的二十一度母李战文 这些都非常好 到底就是专门去念这样的经典 为什么这些经典很好呢 你一边去送这样的经典 它不但有功德可以消灾化解 可以让你心静下来 经典的内容会告诉你宇宙人生的实相 你的烦恼会越来越减轻 算是根本上做治疗了 所以你可以每天早上读十善夜道经 在读这一部经大概十五分钟而已 读得熟的话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做错事情 事情做错 亏心事做多的更要念 为什么呢 你念着念着自己就不敢去造业 因为他上面有跟你讲到 你自己去做或叫别人去做 或者见到人家去做不好的事情 你随喜他做都有业障 将来都要受业报 所以现在请八十八佛做见证 开设我们的罪业 这是消业障的经典 所以每天可以念这个很好 四善夜道经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你牵触祈求牵触印 你在任何地方跟观世音菩萨做齐请 他就会是你的因缘给你施以救度 没有他漏听或者听不到的事情 你只要诚心跟观世音菩萨齐请 他都听到 你说听到我的事情怎么还没解决 不是他听到你的事情就要来帮你解决 他的工作不是这个 他的愿力不是这个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要有若干的改善和觉醒 就是说你正在造不好的事情 做不好的恶业 他开始有一点减轻 要有一点善根 或者你自己有发漏忏悔 不能永无止迹地这样造业下去 又要希望这个佛菩萨来保佑我们 那这样佛菩萨保佑你不是保佑你造业吗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祈求加持的时候 应该常常去了解佛经典籍里面讲的真理奥义 这些了解了以后 你就知道学佛修行是怎么回事了 好 再来呢 有一位我们五届的许居士 四十二岁 弟子的工作是职业军人 服役的营区占地辽阔 种很多的职务 办公室前树木年龄较久都会固定修剪 但是只要修剪办公室前的树木 没有多久单位就会发生军纪案件或公安意外 请示上师这个现象是否纯属巧合 你觉得是巧合吗 你们这个军方的单位都办公室 每次只要去动这些植物 动这些树木就会有意外 你觉得是巧合吗 巧合一两次说巧合 每次都这样 有的人还越来越严重 有的人轻的是什么 轻的就是发烧 拉肚子 晚上不好睡 做噩梦 这样 重的开始摔车 割道 等越来越重了这样 你如果发现这个情形 你后面还有写 民间有讲到有树神 树精 无意间会冒犯到造成不顺 无法应该怎么样来如法处理 避免无意间冒犯这些神灵过患 那有的单位他不相信的 不相信你去跟他说 你说这个上面有树神 树精 我们应该跟他拜一拜 拜一些贡品跟他讲 几天以后我们要动工 你跟你的长官这么说 他会怪你迷信 有的会怪你迷信 有的很明理 好 那没关系 我们尊重人 也尊重鬼神 尊重天地万物 他愿意有 有的长官就是同情达理 有的他就开始就给你 就觉得你太过迷信 所以如果单位上的长官 同事有同理心 可以背个简单的相案 以这个很恭敬的心 讲一下碍于植物 我们可能要来修剪树木 或者怎么样 如果有这个神灵 我们几月几号 起码你要留个两三天 你不要说我们五分钟以后 就要动工 要走你就会比较快 这样不行 我们三天以后 或下个礼拜几号 我们要动工 就请你就是慈悲 宜驾 或者给予方便 那今天这些鲜花树果 就了表我们的心意 请你保佑平安 大家都平安 这样 那有的讲究一点 因为你会遇到的这些树精 树神 地方的神 他跟人有的是一样 每个个性不大一样 有的比较强一点的 你还要找法师去诵经 还要去修修法 还要做一些烟供 还有的还要烧一些纸钱 是不是 跟他结上善缘 他满意了 可以的 如果单位上不做 不做你做 你知道了你有一个慈悲心 你就先暗中帮他处理 让单位去修剪的时候 没有人发生意外 这样你也是做好事 我们做好事 不用人家来谢谢我们 不用人家来感谢 来知道我们做好事 我们默默把它做掉 这样就好了 你看我们最近开始21天的 祈求消除三灾 刀兵节 鸡锦节 瘟疫节 对不对 好像今天是总回向是吗 今天总回向 你们说有没有感应 不止这些感应 就是大家虔诚起来 祈求世界和平 化暴力为祥和 不要说各自坚持立场 应该各自退一步 大家圆融的来看待事情 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你只要有战或 就是那个地方的福报 会彻底被拉到极点 一下那个福报就掉到极点 那个福报有的是好几代 慢慢陪伏陪伏 你像台湾人 这老台湾人都很勤俭 很简朴 苦干实干 持苦耐劳 勤俭持家 这样慢慢的这样一百年 一百多年这样修集一个福报 有一个繁荣的台湾 台湾如果有战获的话 那些福一下就摧毁掉 是不是 所以大家应该用这个慈悲心 一起来祈祷 大家不要有这种对立的心 大家都要和平 让这种福报不会毁坏掉 你做这样的祈祷 做这样的精进回向 需不需要让人家来称赞你 不需要啊 你自己做 大家得到平安可以了 这样你现在修这种行 你说将来会成佛 会成菩萨 我现在不想境界这么高 你这一世会怎样 你晓得吗 你会成为护方神 或者一个大威神 你就是看你这个愿力 还有你的善行保护的地方有多大 你这一辈子舍抱以后 因为你对这个地方有贡献 你会变成那个地方的善神 你知道要成佛之前 你要当多少善神吗 护法善神 护法还有好几个单位 是不是 你看我们常常在齐请护法 有没有 有的是专门就是 希望我们生病赶快好的护法 有的是有这个闹鬼 赶快平息的护法 有的是最近缺钱送一点钱来 给我们赚钱的护法 对不对 那好几个单位 那些护法是谁去做的 他们就是有修行 有力量 又有这个善念 过去就守护一方 就保护很多人了 那个护法的层级高低 还有他力量大或小 跟他在世的行持就有关系 所以你现在无论你在哪个国家 你发这样的善行 希望这个地球各个国家都和平 都消弥对立 都不要有战祸 用这样的慈悲心去回向 甚至整个宇宙都是这样 无远佛界 那你这个功德很大 人家知不知道你做这个事 没有关系 我们常常去寺庙看到这些微神 像妈祖 观公 是不是上面得匾额 这样怎么样 神灵 墨佑 对不对 墨佑他就是默默的保护你 暗中就保护你了 你何况是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他保佑你 他加持你 你根本不知道的 他也从来都不会跟你讲 你那次车祸摔倒 本来脸会烂掉 就是我身手保佑你的 所以你脸没有烂掉 所以你要谢谢我 没有这个事情 他从来不会讲 如果有的话 这个护法神来跟你讲 上次什么事情 保佑你 他那个护法来跟你讲 就是要教化你 你不懂 还不知道改进 你还不懂得感恩 你还不忏悔 他要教化你 他再跟你讲一点点 一般他在保佑你 对你施以恩惠 他不用你回报 你不知道没关系的 施恩博网报 佛菩萨的佛法教我们 利益有情 也不是要人家来回报的 是不是 所以这单位不做 你就给他做 像这样的 就是诵经 诵这个 求观世音菩萨做主 诵这普门品很好 二十一度母理站稳 需不需要做焉供 我跟他讲一下 几月几号要动供 这个你如果有这个真诚性 去为单位做这个事情 你马上会有感应 他如果觉得这样 你这样念一次不够 你要念两次 你晚上就会知道 他有办法让你知道 那两次就两次 你就念两次 多念一次 我是举例的 有的他会有一些要求 有的要求就是 在梦里就有一张桌子 上面就出现一些食物 你就知道那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他想你拜什么东西给他 或者他要什么要求 但是你这个善意 所有的鬼神都知道 你是一个善人 他不找你麻烦 他不会让你疼苦 不会让你不舒服 反而你这种善缘做多了 你让人家常常都很顺利 你自己就是修大福德 好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再来 这是有台中四归一的张居士 三十五岁 他讲到弟子常做功德 回向给家人 祈愿家人能善根增长 早日学佛修行 请示上师 希望他人善根增长 要怎么祈修呢 善根深厚的人 是否会逐渐进入 暖顶忍世第一的次第 这好像有回答过是吗 暖顶忍世第一法这些 还没吗 善根增长 我在讲善根增长的祈祷 假如你母亲 很需要佛法 可是他不学佛 你就是要这么求 我为他点灯 为他诵经 为他做什么功德 是要求我母亲某某某 善根增长 这样跟佛菩萨禀报 希望她会向佛 要这样求 善根增长这四个字 常常用在这里就正确了 如果他没有善根的话 他学佛他没有兴趣 或者学不久 这是一样的时间 他宁愿看那个 电视剧在那边一下笑一下哭 被人家带着情绪走 他觉得很充实 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才叫享受 但人生就这样都空浪飞掉了 相当可惜 那你说的会不会 善根深厚的会不会 逐渐进入暖顶忍世第一 那当然要有 善根深厚他要直欲善知识 直欲善法 有这样 有善法因缘 直欲善智 有这样 才有办法有这样 所谓的暖顶忍世第一 这样的次第 再来 有一位陈女士 34岁高雄市的 她就说了 弟子在道场修学四年的三规一 就是说你来学佛修行之前 家里有设这个神明听 供奉十一尊神明有四年多 学佛修行听闻上师开示 知道与神明结缘也是有一些需要 慎重的问题 也明白佛法的可贵 想要专心学佛修行 所以要请一些神尊回主庙 只留下五尊神尊 会不会 你就担心神明会不会不欢喜 有冤欠的问题 这个简单 你就是在家里拜神明的时候 也是会有定时间要拜贡品 拜贡品的时候 就是他用的时间差不多了 你要典箱奉寝神明 拜贡品你就跟他直交 跟他拔贝 就说就感谢尊神众神保佑弟子这么久 你现在什么原因想请拿几尊回主庙 不知道尊神有没有同意 这样 如果尊神同意请给我一杯一杯 一般求到三杯对吧 你要慎重一点也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到最后心都乱了 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 你既然学佛 学佛以前你的自己奉请 观音山大悲法障的观心菩萨慈悲做主 然后你的求一杯一杯就好了 跟心面求一杯 如果神明同意 我们就把他请回主庙 可以一尊一尊请示 第一尊我请你 恭喜你回主庙供奉好不好 你有没有同意 如果同意给心杯一杯 一尊一尊请示 请示到最后就是这样 那个这样请诸尊回去 我觉得有点亏欠了 这个弟子要怎么弥补 弟子诵经好不好 要拔贝 诵经来回向给尊神好不好 第二个弟子扮一桌素食 这个供品 来感谢神明好不好 或者就是说 要念几部经给他 那个神明有的有冤欠 甚至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民俗信仰 那个神明去叼的那个神像是神明 其实上面都是自己过世的家眷 自己流产的那个水儿 坐在上面也有 那个有的时候都是讲好的 所以你随便给他送回主庙 第一个这个你所谓的神明 他不一定会答应 第二个妙方他会不会接受也不知道 我现在讲的是正神 一般是正神 他来真的就是 不是鬼 不是鬼到众生 让你就是这样请示 他愿意的话你就把他请回去 不要觉得说你现在要学佛 好像对这个神明那边就可以比较随便 好像有一点忘恩 忘记人家保佑你 这样是不行的 再来一位王女士29岁 是日本的女士 你说弟子现居海外不能陪伴父母身边 不知如何更好帮到父母 下面这个问题 请上师开示 母亲王女士几年前得到了肝病 为了改善母亲状况 你要用母亲的名义做功德回向给她 登记普渡法会 平时劝母亲多吃素 多修心 多做善事 母亲的心一直静不下来 怎么改善又因为疫情 身在海外子女 这个要找人去成全她 这母亲有没有她的好朋友是学佛的 如果是正信到场可以去成全她 不然你跟我们观音山大悲法藏的义工菩萨联系 跟你母亲去结缘去成全她 人要修行要有个伴 要做伴 要鼓励她 然后在她 她常常跟她联系 她心里有疑惑给她排忧解难 她才修得下去 不然她遇到一个小困难她就停了 遇到第二个困难她又停了 她根本修不动的 除非有那种发很大的心的 再来一位刘小姐24岁 台中午日 今年五月 网络上看影片 忽然内容出现观世音菩萨画像 顿时无来由悲从中来开始 忏悔落泪 开启弟子正式学佛 请问隆德上师 这是什么因缘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度化弟子呢 那你要念愿说三十遍 那这就是有佛缘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看到佛像 听到人家诵经 或者像你这样忽然见到佛像很庄严 就会感动 有的时候甚至激动 身体抽搐都会有 错气 哭泣 涕泪中横都会有 那是因为过去生 触动到你过去生的一些情结 可能过去你有出家 可能你过去就是佛弟子 可能你过去跟佛菩萨承诺过什么没有做好 可能你过去就是觉得愧对佛菩萨 那人的生命就是几十年到了就走了 你觉得愧对佛菩萨想改就往生了 往生了这辈子来忘记了 忘记了再看到佛菩萨 虽然想不起来细节 但你内心有感触你就哭了 赶快修行 赶快修行 你不要再有第二次遗憾 对不对 好 人生要懂得修回去 不是一直过日子 那再来呢 这是越南的郭女士 41岁 胡志明士 弟子有一个朋友算闺蜜 最近跟他的关系弄得很不舒服 觉得他近一两年 生活上的挫折以后变得有点自大 跟他聊天的时候动不动就说 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 两个字 我跟你讲 这个自大跟那个自卑 有的时候就是紧密的关系 有的时候就知道 就是他的人格已经有扭曲了 地位越高的 学识越高的 或者他有很大的能力 权力 或者他的智慧非常高 越是真正的这种高深的人 他显现出来的就是比较谦虚的 比较低调的 所以他会这样一直跟你讲 我字典里没有失败 变得很自大什么 那时就是他已经受到扭曲 冲击 他心里需要去平复 你既然是他的好朋友 你把他问题找出来去宽慰他 为什么叫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有缘 有缘就是常常可以近距离接触 当然近距离接触你会不舒服 因为他人格扭曲了 讲话没好话 态度也不客气 朋友就是要包含 你亲近他 你就可以稍微观察他问题在哪里 慢慢带他走出来 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不是说他真的人生就没有失败 这种话讲错了 讲没几次就有失败了 真的有那种字典里没失败 我们在学佛的常常持咒念佛 那个嘴巴这个口叶都跟佛法 常常相牵连 像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一字都不敢讲 一次都不敢讲 一讲之下就有状况 是不是很多同学 你看好多人在点头 你心里都有数 但他没有学佛 就是说有这种自大 自大共高等于无知 他有很多不知道的 他有很多他还肤浅 有很多不懂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才会自大 但如果真的知道 这个世界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他的智慧有到那里 能力有到那里 眼界有到那里 人会变得比较谦虚 变得比较低调 这是肯定是这样子的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